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Sandis Max的一個簡單的例子系統叫做Super Spray 首先我到建立面板裡面來 我把下拉選單把它切換成Particle Systems 接著按一下Super Spray 接著在畫面上直接使用拖曳的方式 把這個Super Spray把它建立起來 按一下滑鼠的右鍵把這個工具關掉 接著我把這個視窗稍微放大 按一下Alt加W 這個例子系統的話 我們現在如果去拉時間走 你會發現說它這邊已經會有一個小十字 這個例子會往上去做這個發射 這個例子的形狀是可以修改的 如果我們想要更改的話 我們可以到修改面板裡面去 那我把這個修改面板稍微往下捲 那它這邊有幾個形狀 譬如說我把它設為是Cube 一個方塊 那我這邊設了Cube之後呢 我們發現畫面上的形狀仍然沒有什麼變化 那因為我們這邊要把那個 就是在視角裡面的顯示呢 也做一個變更 我把它從Tix把它切換到Mesh 那你就會發現說它這邊就有變化了 就不再是我們先前所顯示的十字 但是這個方塊目前顯的就太小了 所以我們可以到右手邊來 這邊有一個Size的欄位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字稍微調大 譬如說我把它調到10好了 好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現在從這個Super Spray裡面 就可以把這個Cube把它噴射出來 好 那它目前這個噴射的時機呢 是從影格0開始噴 噴到30之後 它就不再噴射了 那這個設定呢 是設在右上角 這個Particle Timing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希望這整個時間軸 從0到100 持續都做噴射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Emit Stop把它做個更改 譬如說我就把它改到最大值 把它設為是100 那這樣子的話 就從頭到尾 它就會一直持續的去做一個這個噴射 那這個數量呢 也可以更改 如果說我們想要再增加這個Cube這個數量的話 在上面這邊有一個Particle Quantity 好 那這個數字如果提高 提高到也許說50 那這邊的數量就會見真了 好 那其實我們目前在這個畫面上 所顯示的這個數量 還是已經有縮減過的 好 那我們其實是顯示它真正數量的 就是10% 所以如果說我們想要在場景裡面 看到它真正的數量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百分比提高 甚至可以把它提高到100% 好 那不過這邊我就先暫時保持到10的話就可以了 那我把這個 它這個數量呢 我再把它調回來一下 我先暫時設個 譬如說20好了 好 讓它數量稍微減少一些 好 那它這個噴射的方向呢 也是可以去做更改的 好 除了去調整那個 我們這個本身 Super Spray的 呃 這個角度之外 那也可以透過呢 就是在修改面板裡面 好 這邊有一個Particle Formation 好 那如果說我們把第一個欄位 好 這邊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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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欄位呢 把數值提高的話呢 它也會 去做一個 軸向的變更 那 如果把第二個欄位 Spray 這個提高的話呢 它會變得有點擴散狀的 這一個造型 好 不過它這個擴散的話 是擴散在同一個平面上 那這個平面是可以旋轉的 好 如果旋轉的話呢 可以去調第三個欄位 好 那第三個欄位的話是 這個off plane 這個數值如果提高的話呢 這個plane 它會開始進行旋轉 好 那如果說 我希望說 呃 這一個 這些cube 它不要在這個 同一個平面上面 而是能夠再繼續擴散開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動到 第四個欄位了 這個數值如果提高的話呢 它就會從這個平面 再往旁邊去做擴散 產生一個更自然的擴散效果 好 那我們目前這個particle的造型呢 我們剛才是設成是cube 是一個方塊 好 那我們這邊所看到的造型呢 就只有八種 那如果說 我們希望能夠自己來設計這個particle 的造型的話呢 我們可以 呃 用它這邊有一個叫做 instance geometry 這個選項 那不過我們首先呢 要把我們那個就是 想要替換的這個造型 先把它建立起來 好 譬如說我到建立面板裡面去 我把它切換到第二個extended 的這個選單 好 那裡面這邊有一些基礎造型 好 譬如說我這邊拉一個 非常簡單的 Oil Tank 好 把它拉出來 好先產生一個半徑 再給它一個高度 然後最後呢 產生這邊的一個 圓角的弧度 好 那假設我做好這個造型 我希望把它替換到上面 把這個cube取代掉的話 好 那我就去點選 我們剛才建立的 Super Spray 修改面板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 Particle Type的這個選單 把它設為是第三個 那設為第三個之後呢 我們要去挑選說 我要把那個剛才建立的 這個Oil Tank把它加進來 所以這個面板呢 就繼續再往下捲 往下捲 那底下這邊有一個pick 挑選的按鈕 好 那我們就直接按一下 然後點選 這個剛建立的模型 就可以了 那我們發現建立完畢之後呢 它這個大小變得很大 所以如果希望再稍微調回來的話呢 好 可以把修改面板的捲上去 我們剛才有去調整這個Size 好 那也許我把這個Size稍微調小 把它設為是二好了 這個大小的話 就變得比較合理一點了 好 那我們最後稍微講一下 就如果說我們要在 這個場景裡面 再加上其他的立場 好 比如說我想加一個 重力的效果 好 讓這個噴上去的Particle 能夠受到重力的影響 再往下掉的話 好 那這個方式也非常簡單 好 我們到這個建立面板裡面去 然後切換到右手邊數過來 第二個標籤 好 Space Warps這個標籤 好 你把它打開 那Gravity的話呢 在左下角 好 好 我們就直接把它按下去 然後在畫面上呢 直接用拖曳的方式把它建立起來 好 它這個位置 基本上放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關係的 好 那建立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讓這個 Super Spray 跟它能夠產生關聯 好 所以我們到左上角去 好 這邊有一個 這個bind的這個按鈕 好 那我們就按下這個bind 第三個 然後從我們的 Super Spray 按住 滑鼠左鍵 不要放 把它拉到我們剛才所建立的重力 然後滑鼠 放開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那個 Super Spray 所噴出來的例子 好 就噴出來一點點高度就掉下來了 那如果說這個重力太強的話呢 我們可以隨時好 把那個 呃 重力的修改面板再把它打開 然後切換到 呃 就是在修改面板裡面 好 這邊有一個強度的設定 那這個數值如果越小的話呢 重力也跟著越小 那我們那個 好 例子所能夠噴射的高度 好 也會就隨之升高好 像我現在也許大概跳到0.4左右 好 那現在噴出來的效果變成是這個樣子 好 就噴到一個高度 然後再落下來 好 那以上就是 Super Spray的一個基本介紹 好 供大家做參考